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准备给大家录制一套PortoStrap的学习视频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PortoStrap 我想呢,很多朋友呢,已经非常的清楚 PortoStrap呢,它其实是一套CSS的UI框架 所谓的这个UI框架呢,就是说 在这个框架里面,它会帮咱们定义出来一套标准的样式 比如说字体,大小,框高,鱼白,等等等等 那么咱们利用这个标准定义好的样式呢 能够快速地开发出很漂亮的网站 现在,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啊 他们自己开发的时候没有用到这种标准框架 都是自己在定义一些个自己的样式 按钮的大小啊,按钮的背景色啊,前景色啊 使用的字体啊,非常花时间 那么如果咱们用一套标准的框架呢 咱们在根据公司的项目来说 来根据公司项目的具体情况呢 能够快速地开发出这个客户想要的这个产品 当然呢,现在这个市面上呢 除了这个,这个Bootstrap 还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CSS框架 咱们在这呢,也就简单的罗列几个吧 比如说这个JQuery UI 它也是一套基于JQuery开发的CSS的UI框架 也是提供像按钮啊,文本框啊 日期选择框等等的空间 也是比较好用 有机会的话呢,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JQuery UI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市面上还有一个可能在国内用的不是很多的框架 叫做Bootmetro 这个框架呢,也是一样 按钮啊,大字体啊,颜色啊,等等等等 但是它的有什么好的特点呢 它属于Windows8风格 而这个风格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酷啊 这么说 有时间的话,咱们也可以做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Flat UI 这个也是我平时比较感兴趣的UI 这个UI呢,就是说网页看起来非常的平整 属于Flat的设计 自打这个iPhone7,iOS7出了之后 好像这个Flat的设计的就普及开来 嗯,如果咱们在自己的网页中 或者在咱们的这个项目中能够用到这种平整框架呢 也能给客户一种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有机会的话呢,我也想介绍一下 好,咱们现在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角 Bootroft的官方网站 就是这里了,叫做getbootstrap.com 这个网站,大家看这个网站本身也是用这个Bootstrap框架做起来的 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漂亮 好 咱们把这个网站切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想呢,在这次视频里面使用的这个版本 咱们大家再回到那个网站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地方 它叫Oye Aye bootstrap4 is coming 就是说4马上就要出完了 但是呢,咱们就算它出了之后呢 咱们在实际的工作中能不能够用最新版本呢 我觉得这画一个问号 因为一般的项目中呢 用最新的新技术呢 是不推荐的 一般都用比较安定的技术 可能虽然老一点 但是非常的安定 可能是咱们一般的公司项目所要做的 但是对于咱们学习来讲呢 可能用最新的版本就要好一点 这个呢,等4真正版本出了之后呢 我再做一套4的视频 今天呢,咱们先用一下当前安定版 是下面的地方 叫做3.3.6 好,这次咱们用的视频的版本是3.3.6 然后,关于学习这个Bootstrap所用到的基础知识呢 我想,不是很难 门槛相对比较低 像一般会写网页的朋友呢 肯定会用到HTML4或者5 现在用5的可能比较多 但是用有4的基础的话呢 学习Bootstrap肯定也是足够 接下来要汇CSS的基本语法 什么叫基本语法 就是说,我知道如何让一个颜色 让一个字体的颜色变红 或者让这个字体的字号变成24点 等等等等 这种基本的文法就够 如果呢,你要是再汇CSS3的文法 那就更好了 这样包括一些图形的变形 等等等等 好 汇了CSS之后呢 如果咱们想要精通Bootstrap的话 咱们最好还要汇Java教本的 基本的网页编程语言 这个的话呢 就让网页和咱们客户可以互动 这是咱们一个必须 然后呢 我想想然后还有什么 然后的话 JQuery JQuery其实也算是这个Java教本的技术了 如果汇到它呢,那么网页的这个各个空间都将从对象来处理 而且做动画 做一些一个数据存取 做一些和这个服务其端的交互是非常的方便 这个呢我想以后也会开一个JQuery的学习课程 好 接下来说到这个Bootstrap的开发工具 基本的记事本就足够了 虽然基本的记事本就足够的话 但是我觉得咱们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应该不会这样用到一 这个一般的记事本 毕竟怎么说呢 记事本的话起码不能高粱 起码不能够做文法提示 那么我推荐大家两个工具呢 一个是Microsoft的Visual Studio Code 这个我昨天刚升完机 升完机之后发现呢 我这个Mark版本吧 不能启动 是这个版本 好像升完机之后呢 就不能启动 然后呢我把这个Visual Studio Code 本地删除掉 然后重新下载之后 还是不能启动 好像这个0.1 0.10.5呢 有这个bug 我在网上这个去查了一下原因 好像这个官方网站 也有很多这个人提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不能用 官方的解决 官方没有解决 就是说有网友的回答给的建议 就是说你把这个你的系统改成英文 你把你Mark改成英文就能启动 那么我目前简直先不想做这个测试 等待它的buff修复再出来一个版本 我再下载 然后呢 我再推荐大家用另外一个工具开发网 也就是非常好的 叫做Brax 这好像是 好像是Adobe出的一个免费的这个问编机 这个也是支持温饭显示高量显示 而且支持node等等等等开发都没有问题 我现在这个用的就是一个Brax这个软件 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说到咱们开发的时候呢 其他的工具 其他其实就没有了 测试器咱们大家都有嘛 一般的来说 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chrome 然后呢 有的朋友喜欢用Firefox 哪个都可以 然后还有IE是以上 为什么说这个 要留位成三个浏览器呢 按理说学习一个框架 一个浏览器足够嘛 其实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们在开发一套系统 一套网页系统的时候 至少要在这三个浏览器之上 测试通过后 再正式去release 才正式的去给客户使用 可能会比较好 如果真的是真正对外公开的网站的话 那浏览器测试的越多越好 其他的浏览器可能 普及量不像这三个这么高 那么咱们至少呢 要准备这三个浏览器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说一下这个视频的 这个讲解计划 我录的这套视频呢 是这样计划 就是说每一个视频呢 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比如说这次讲按钮 下次讲表格 再下次讲这个网格分布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每一个视频的讲解的这个时间 我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当然这个 这个今天是第一次视频 可能超过五分钟 我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这样呢 让大家在短时间内集中去学习 一个知识点 然后呢 每个视频做完之后呢 肯定会有很多的代码 我把代码呢 我准备放到 呃 代码的代码主题上去 我一般个人的话 平时用github比较多 但是呢 可能从国内访问的时候呢 速度有时候比较慢 有时候访不到 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我准备把代码放到 咱们目前国内相对比较来说 评价比较高的 这个open中国上 放到开源中国上 跟大家随时的下载 好 今天第一次视频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